这次上海虽然没有全是一起的被先封浦东后封浦西 但是等于也是整个城市都封控起来了 像我所在的小区到现在还是封着的 虽然在浦西 那因此而受到影响的人自然不光是平民百姓 还包括那些大明星 最近李立群老师 我特别爱看他的抖音 他经常讲他的紫砂壶 特别有意思 说的东西我特别爱听 李立群老师也在抖音上面 开始说他抗议 号召大家如何服从管控 他说了不要坐害群之马 呼吁大家团结抗议 这是非常不错的 而另外一位生活在敏航区的演员叫吴越 吴越呢 也素面朝天的在抖音上面发了一段视频 说这个光线是有点昏暗 画质也有点渣 完全没有之前在电影爱情神话里面大明星的精致感 但是呢 正是这种毛茲茲的画面感觉呢 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吴越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也是生活在我们当中的普通市民之一 真的有父母在上海 也都和我们一起在经受着这个考验 他在视频里说的这个牵挂不是台词 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真实生活心情是一样的 吴越在为上海加油 也在为敏航加油 那另外一位明星叫马伊利 也在视频当中为上海加油 他说我的亲人 有亲人就是医护工作者 这两天没日没夜的奔波在一线 他说自己的孩子也一直在上网课 聊聊几句话 把上海人的这个代入感拉满 确实谁不是这样呢 谁的孩子不也都是在上网课 都是居家隔离呢 所以大上海确实是我们的家 不仅仅是明星的家 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家 那这个买不到菜 明星也肯定买不到菜 我们那个看病有点困难 明星也一样 所以呢 大家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放平常心 不要着急 不要火大 更不要吵架 也不要打架 要服从防疫人员的安排 不要跟别人起冲突 wel对我看病人员的 就应该把孩子打通过来